你們看到的這些東西都是我在義大利買的戰利品 他們這間的定價都是偏高 這算是香水界的愛瑪士 每一個新出來的味道 限量只有400瓶 哇好漂亮喔 它是Lady Dior 絲巾是長這樣子的 上面是法國的地圖 另外一面是Cration Dior 正面是長這樣子 好現在請我的Model 試杯給大家 哈囉大家 我現在已經回到美國啦 然後你們看到的這些東西都是我在義大利買的戰利品 我現在呢就是要一個一個跟你們分享 反正裡面有從最小到我覺得最大的戰利品 過去幾天在義大利我們有去了 羅馬、比薩、古裕島、威迪斯還有米蘭 但是呢我買最多的地方就是在米蘭站 因為米蘭就真的就是購物的天堂 而且在義大利我們可以買到歐洲的定價 歐洲定價好像就是比較算便宜的 然後又可以退12%到15%的稅 超級划算 所以就買很多東西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我們從第一個東西開始吧 我想要先從明信片開始講 這是我們在第一站羅馬買的明信片 我們已經去完這些景點的時候 我們就路過一家店 然後上面賣的明信片都超可愛的 就是那種手繪感 這個是羅馬競技場 這個是Travi Fountain 然後還有問神店 我再快速跟你們分享一下 這幾張呢是我們去威尼斯買的明信片 真的好美喔 就是我現在看到這些畫面都還是有那種很深很深的畫面感 像是我們真的走過這些景點 看得到我們在這些明信片裡面 好接下來呢 這是我們在米蘭買的香水 反正這一間店呢 它就是全球就只有四間店 網路可能都買得到啦 但是如果說實體店的話只有四間 這一間的名字我也不會唸 但是它叫這樣子 然後它裡面有100瓶的味道 可以給你聞 它是分成五區的 就是不同的質調啊 味道 給你去一瓶一瓶聞 他們這一間的定價都是偏高 我應該覺得它算是香水界的愛馬仕 就是真的是最高最高的等級 我們現在先從最小瓶的開始好了 我真的好期待喔 那我們來開箱囉 他們家的特色就是 有點算是飢餓行銷 每一個新出來的味道 限量只有400瓶 你在盒子上面都會有寫數字 就是這一盒是第幾百瓶 他們400瓶賣完就會再調新的味道出來了 他們的盒子真的是超美 超有質感的 然後他們用這個膠帶把它鎖起來了 那我就打開囉 我剛剛呢打開了 叮叮 它是長這樣子 哇好酷喔 這一瓶小瓶呢 是我們去米蘭 我第一天買的香水 我那時候就想說 喔那我就買小瓶一點的 然後這一瓶的味道是買Floral的 但是它這個Floral是很清新的味道 因為我現在就盡量不想要買 就是太花掉的味道 它這是Floral Citric 它是有點Combination of Jasmine 然後還有一些像是木質調的味道 然後有一點花香在裡面 哇有貼這個套子 哇 這一瓶真的是 好香喔 我要試盆 它有種很舒服的味道 就很像是房間裡面 或者是剛喜歡找出來的那種 哇那就是很乾淨很清新的味道 這第二罐 大罐的 這是我第二天又再回到同一間香水 店買的 然後這個035呢 它就是它的編號 第35瓶 這一瓶我買的它是Musk 它是超級超級超級微妙 很不明顯的味道 店員說是可以當base來用 就等於說 你可以來疊加在其他香水上面 因為我自己是蠻喜歡 就是那種幾乎聞不出來 你有噴香水的感覺 它這一瓶就是這樣子的感覺 它噴上去啊 店員說有些人聞得到這個味道 有些人卻聞不到 就還蠻特別的 它就是超級舒服的一個那種 就是新生寶寶味 我也不知道怎麼形容 因為香水這個東西就是很主觀 然後有時候也不知道要用什麼樣的形容詞來形容 可是真的是我覺得會每一天噴的 所以我這個味道才買大罐 接下來進到我們第三罐 這是Eric買的 這是它算是第二瓶真正的香水吧 它原本進去的時候它沒有打算要買 然後後來也是就聞到自己很喜歡的味道 所以就買下來了 我就幫你開箱囉 它這顏色真的是跟前幾瓶差很多 它這顏色蠻黃的 可能是味道比較重 那它這一瓶呢 它選的是偏彈香味 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歡香水 所以我每次去到百貨公司啊 或是什麼特別的香水店 我都會停下來 然後就是試聞 Eric也是每次都會跟著我一起逛 然後他逛了這麼多 真的是被這一瓶燒到 那時候就試聞了嘛 結果他就 我真的好喜歡這個味道 結果他就買了大瓶的 最大瓶 這三罐就是我們在米蘭買的 然後還有一罐是 這個它這個是 Mason Margiela出的香水 然後這個袋子是他們附的 就是一個布的袋子 那這個是我幫我台灣朋友買的 這座朋友的時候我應該就不打開了 它這個味道是 Whispers in the Library 這一家的香水我自己也有一瓶 真的是滿喜歡的 然後這個應該是偏中性的香水 今天的香水開箱就是這幾瓶 那我們要進到下一個開箱單元囉 下一個就是我們的行李箱 Remowa 如果你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的話 你們可以去看我上一個Vlog 我在義大利第一站 還剛下飛機到義大利的時候 我的行李箱 它就缺了一個輪胎 可能是被摔爛了 所以就逼不得已 我真的要馬上去買個行李箱 不然真的沒有辦法推 所以我就去Remowa店 買了這個黑色的 我買的不是鋁的 因為鋁的摔久啊 就是這邊都會冬凹一塊 西凹一塊之後我就不喜歡 然後這個黑色啊 它是霧面的 所以我就覺得超有質感的 然後我買的也是最大的尺寸 然後特別的地方呢 是店員有幫我訂製一個 就是我自己寫的名字 在上面 這是我的信 然後我選的顏色是銀色的 我決定要買Remowa 是因為他們在義大利 除了定價可能是比亞洲都還低之外 還可以退很多水 我買這個行李箱可能退了大概 100塊歐元 然後那時候也有Compare 跟另外一間Samsungite的行李箱 後來決定買這個是因為它是霧面的 然後我就真的很喜歡 好下一個推走 盡情下一個開箱 叮叮 就是它 這是Mont Claire的羽絨外套 我們已經在米蘭的機場 然後Eric在另外一個機場 我在另外一個機場 因為我們要回去不同的地方 然後呢 他就突然打電話給我說 欸這機場有超大間的Mont Claire 然後我就說真的嗎 然後呢 他就幫我去看了幾件羽絨外套 所以我就是用電話聯絡 然後去選了這個外套 然後那個店員人就超好 店員就幫我試穿每一件我不想看的外套 然後不同的大小啊 不同的顏色不同的材質 店員都人很好 就直接就是讓Eric拍照 拍他穿起來的樣子 然後穿給我看 所以我就是這樣子慢慢選到我最喜歡的外套 因為其實我在米蘭的時候 在逛街的時候 就已經有去逛Mont Claire的店 但是他們的店都是當季 當季就是春夏了嘛 現在已經是春夏季的 羽絨外套都很薄 不夠冬天的那種冷度 所以就找不到最適合的外套 我要把它打開囉 這個啊 這裡有個扣子 哎呀 因為我選的算是正常版型 但是他好像有cover到一點點大腿 我其實也不知道 因為我也沒試穿過 那我現在就直接現場試穿一下 我買的是白色 它其實我沒有到很怕它會髒掉的原因 是因為它是亮面的 所以可能就比那種布的啊 比較好布一點 這一件超級厚的 它這個羽絨量是多少啊 120G的羽絨量 所以就真的是很足夠冬天的時候穿 我現在就來試穿了 好期待喔 我真的沒有看過我穿起來是什麼樣子 希望是好看的 怎麼樣啊大家 看起來好看嗎 我現在沒有辦法感受到它到底暖不暖 因為這邊我現在身體是熱的 但是行怎麼樣啊 還好適合身的 好看嗎 好喜歡喔 給你們鏡看一下 它這是亮面的材質 然後這邊 店員說這邊是可以放地鐵票的 所以去紐約那種地方應該蠻適合 我會選這一款 是因為它的口袋是有拉鍊的 所以就不用害怕就是別人偷摸你的手機啊 就真的還蠻讚的 兩邊都有 耶 好喜歡喔 跳回去 好喜歡 好喜歡 帽子可以拆掉 對 這款帽子可以拆掉 它亮面也可以比較防水吧 我在拆 它也可以丟洗衣機 但我應該是不敢丟 好恐怖喔 大家你們等到最後一刻了 我想要來開箱他們 我們現在先來開箱這一箱 這一箱應該是Eric的 但我也不確定 我們就當作開彩蛋 看看這是什麼 是誰的啊 喔 開到我的了 那 我們就來開這個吧 哇 好漂亮喔 它是Lady Dior 小小的 這是我第一款Dior包 我先 這邊應該是它那個吊飾 所以我現在先把它打開 這個這個這個 有沒有很可愛 超可愛的 這個打開好了 等一下可以試背給你們看 有附一條鏈子 我覺得它鏈子帶起來的時候啊 背起來也很好看 那我現在先裝起來 好啦 大家 我們來試背吧 然後鞋背的話 是這樣子的感覺 那時候選包包的時候 我們每個人穿的不同風格 然後每個人都試背了 然後已經確保是它很擺 擺搭 現在穿這樣應該也蠻擺搭的吧 好 那我現在來就是試看看 手提的感覺是怎麼樣 叮叮 是不是也蠻優雅的 那我們現在就先試看看 這個手機放進去 之後可以放多少東西 那手機放進去 耶 剛剛好 而且 這邊可能還可以放個 兩支口紅啊 然後一個卡架 還不錯的 好 反正呢 這個包是用我自己的錢買的 不是我吃些薪水 然後存下來 才可以買的這個包包 就覺得特別珍貴 因為這是我 就是自己賺的錢錢 然後買了自己最喜歡的 牌子的包包 就真的就是很開心 有機會可以得到這個實習 然後才可以賺那麼多錢錢 然後買自己喜歡的東西 接下來呢 是這一款 我買的這個是絲巾 Dior絲巾 我買這個是因為我想要配那個包包 可以把它繞在手提的地方 就可以增加一個style 絲巾是長這樣子的 上面好像是法國的地圖 另外一面是 Cristian Dior 接下來 也是Dior 這是我買的小卡夾 因為我上一個卡夾已經用舊了 所以我就想說 找一個新的卡夾 我們來開箱吧 我買的是黑色的 然後這一款 剛好是跟後面這個Lady Dior 是搭配的 我自己本身就是很喜歡這種軟皮 這個應該是羊皮 然後它這裡也有這個小墜子 這邊墜子可以拆開 也可以掛著 然後它這個卡夾裡面有 一層、兩層、三層、四層、五層 現在人真的就是越來越少帶現金嘛 尤其是在歐美這邊 就是大家都是用信用卡 或者是直接用手機付錢 所以我覺得這個小卡夾 就是真的就是很輕巧 也很方便就出個門 然後就放在口袋裡面 或者是放在那種很小的包包 也都放一下 我們今天開箱的最後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Dior包包 Another bag but 這個不是我的 是Eric的 我們那天在逛Dior那間的時候 就也順便看了男生那一區 他就找到了這一款 男生的類似腰包嗎 我們來幫他開箱 是長這樣子的 這是背面 然後正面是長這樣子 他這是比較低調的 因為他的顏色是跟背景色是一樣的 然後他這是經典的花紋 就是這樣子的 他也算是馬鞍包的造型在這邊 但是也不是完全馬鞍包 所以我就覺得這一款比較不會退流型 因為萬一馬鞍包真的退流型的話 至少還有這個背包可以背很久 好現在請我們的model 試背給大家看 背起來的感覺是這樣子 然後這邊啊 可以調整長度 這邊寫 Cristian Dior 然後打開他的空間是這樣子 也是可以裝手機啊 然後充電器 護照什麼的 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這邊也是一個小拉鍊 拉鍊裡面可以裝零錢 或者是一張信用卡之類的 我覺得背起來就是看了很順眼 也不會看膩 就還蠻適合男生的 我們那時候在問店員說 有沒有新的時候 店員說這是最後一顆了 就是展示在架上的 因為這真的很長手 這一款其實蠻多人買的 我剛剛就都已經把我們在義大利 特別是米蘭買的戰利品 全部都分享完了 大家如果就是在逛街的時候 看到自己喜歡的款式 然後如果已經知道自己預算 要花在這個東西 花多少的時候 就真的就是可以直接買下來了 因為他每間店的款式都不太一樣 然後如果被買走 就真的就沒了 然後你也沒有辦法回通啊 因為你可能就是要去下個城市 或是下個國家 除非你是要買就是特別特別貴 像是什麼手錶啊 我也不知道 還有車子 I don't know 如果是那種很大筆金額的話 你再去考量 你要在哪個國家買 因為每個國家的 退稅的 趴數都不一樣 但如果像是就是那種 精品包包 耳環鞋子 就可以就是喜歡的款式 就直接把它買下來囉 我今天的開箱影片 就到這邊囉 希望你們喜歡我的開箱 這是我第一支 專門開箱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就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記得幫我訂閱 點讚喔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 對 店